原始点急救分享 学员分享在玉山海拔3800公尺 空气稀薄地方 用原始点救人 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 我利用原始点急救的方式 在山上帮助了一个休克的山友 2021年12月30号 我在玉山爬山的最后一天 就住在排云山庄 那一般山友呢 早上都是三点要吃早餐 那我那天的行程刚好 我们都已经结束所有的 玉山群峰的攀爬 我们那天要下山了 所以我三点要起来吃早餐以后 我再回去休息八点要下山 刚好吃完早餐的时候 再整理东西 刚好实验了一下 外面就有人传来很紧张的 就说有人休克 有人需要协助需要协助 有没有医护人员 那在深山上面三千四百海拔 当然完全都没有救护人员 这个山友呢 一个女孩子被抬进来的时候 她全身是软的 他们就把她放在地上 因为她在路上分倒了 她把她放在地上 我一看就不对就马上前去 去赶快拿这个睡袋垫在这个地上 因为地上实在太寒了 我就他们完全都不知道怎么办 他们拿了氧气瓶来 放在她的嘴巴 她完全是没有呼吸的 我只好开始用原始点帮她的上背部推案 用我浅薄的原始点的知识来一直推案她 可是当他们把氧气瓶放在她鼻子的时候 她已经完全都没有呼吸 完全都没有蒸气 所以那时候是呈现是没有呼吸 所以旁边的人都在哭了 想说怎么会没有呼吸 怎么会没有呼吸 所以我拼命地跟她 帮她按压在她的上背部 一直安慰这些人说没有问题的 后来希望他们赶快去找暖暖包 可以热付她 给她一些能量 我用了睡袋 把她包着 抱着她 一只手抱着她 就希望给她很软活的体温 还一只手一直在按压她的上背部 在我自己认为蛮长的时间 可是在紧张地做按压上 我也不知道真正花了多少时间 就这个她鼻子上的氧气 开始有呼吸了 有蒸气出来了 哇大家就好高兴 才松了一口气 在这同时我就用软软包 帮她热敷 我是觉得她的整个呼吸有顺畅 有正常了以后 他们才把她扶到床上 让她躺着 就希望暖暖包 希望她能恢复体力 我因为八点一定要下山 赶紧我的行程 所以我跟这些朋友们道别 在下山的路上刚好看到一辆红色的直升机 这就是所谓的救难直升机 我就想是不是这位山友 因为需要直升机把她运下山 因为三千四百海拔 完全这是你要靠走路的 她绝对没有能力带我下走 所以排山路管理人 因为我做了帮她救了这位山友 所以她跟我加了免苏 加了朋友 她跟我讲 是的 是这位直升机是来把这位山友运下山 她现在也完全恢复正常 没有问题 我个人也很高兴 我利用了很浅薄的原始点知识 也帮助了这位山友 谢谢 请记得到杀不订阅 其实手里的胃口 手里的胃口 可能今天的胃口 给我嚷了 取杀不订阅 妻子 这位山友 还在出口 不过 它立到 好 朝 请老师点评 这个急救来得及时 大家知道 那个急救最重要的是 跟时间在赛跑 那他已经没有呼吸了 那这时候 整个应该就是 第一个判断 就应该要想到的 就是上背部 因为我们说的 如果已经患者 倒下去那一刻 如果你一时无法判断 记得一定是以上背部 不要以头部 因为如果是头部引起的 那你不会有生命危险 不会有立刻生命危险 所以即便晚一点再按 都来得及 但如果是心脏骤停或 上背部引起的比较严重的 体伤跟热能不足 你没有及时抢救的话 也许在严重一点 有时候几分钟内患者就往生了 那这位操作者他虽然原始点 他自己清晰的说他还不是很熟 但是光他第一个按推上背部 这个动作就已经完全符合原始点的急救 那再来他也重视到在地上 因为海拔那么高天气又那么寒 那患者躺在地上 这个很难救了 所以他就还懂得要把他保管 所以从这个急救方面来看 他完全都做对了 他也因为急时 所以这个患者才能够有惊无险 发险为夷 这个案例还蛮精彩 那也是鼓励大家啦 其实我们一再说 如果心脏骤停 他的大开关一定是上背部 这个我们从临床上已经看到很多 这样背急救而成功的案例 这也让我们的医学 有另外一个省思吧 就是患素是不能按的 也就是不能用CPR直接按心脏 这个还是要特别跟大家强调 还有这也更证实原始点 所有的疾病 皆因体伤及热能不足 再一次被证实 不管你是急救也好 或一般疾病也好 其实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则 那体伤就是赶快按推 那热能不足 就是要注意外内热源 我们看到这样能够及时抢救 也感到很欣慰 好 我就补充说明到这里